难怪孟姑再也不碰虚竹 你看虚竹练了什么武功 孟姑有苦说不出 当年天山同老为了让虚竹彻底死心 古希将一个包得金光的少女丢到了虚竹的床上 虚竹虽然从小在少林寺长大 但每到春暖花开之时 总会有一些蠢蠢欲动 如今一位吹气如蓝的少女近在咫尺 他还说身体很冷 内心却很热 是问换了谁还能保持坐怀不乱 虚竹终究是一副血肉之躯 他再也按捺不住 于是和少女在西夏国的冰窖里有了三日的雨水之欢 虚竹后来才知道 这少女竟是西夏国的公主 然而对公主而言 他连续几晚都迷迷糊糊的去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之地 还经历了三次销魂石骨 心神俱罪的奇幻旅程 因此公主自称为孟姑 把身旁的伴侣虚竹称之为孟郎 天山同老弃绝之后 虚竹和孟姑也断了联系 哪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孟姑又在茫茫人海之中 邂逅了孟郎虚竹 二人最后在天龙的末尾 实质仅扣 一起走上了飘渺风 共同打理灵鹫宫 尽管金庸的天龙八部 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但我们仍能通过原文里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去窥探孟姑和虚竹的未来 孟姑和虚竹起初 的确爱得死去活来 但新鲜感一过 二人的激情度也出现了断言式的下滑 的确 孟姑是西夏国的公主 从小就被捧在手心 过惯了奢华艳乐的生活 反观虚竹 她又丑又呆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唯美浪漫 时间一久 孟姑难免会对虚竹厌烦了起来 但这些还不至于 让孟姑和虚竹彻底决裂 不过随着虚竹将一门武功练成 孟姑和虚竹的缘分也就此尽了 我们知道 虚竹出身少林 养成了情学苦练的好习惯 因此 萧峰自尽之前 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 尽数传给了虚竹 再由虚竹传回丐帮 萧峰为何会选择虚竹 完成这项任务 无非是虚竹吃苦耐劳 又是一个言而有幸之人 除此之外 虚竹也答应了无雅子天山同老 要将逍遥派和灵鹫宫发扬光大 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 虚竹必定会继续钻入灵鹫宫的石窟 照着石壁上的神秘武学 一板一眼地练了起来 虚竹曾说过 石壁上的武学博大精深 一些武学甚至连天山同老都没有练成 加之虚竹体内流动着逍遥三老的内力 古初几年 虚竹就将石壁上的武学尽数练成 就连那一门能吸人魅力的北明神功 也被虚竹纳入囊中 随着虚竹将北明神功练成 他和孟姑的矛盾也越加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北明神功虽然能吸人魅力 纳为己用 但却是一门触发式的武功 往往敌我不分 好比段宇 他修炼北明神功打通了大拇指的哨商学 在江湖里吸了不少高手的内力 然而这门武功完全不受控 就连神仙姐姐王宇炼 也被段宇吸走了内力 那时段宇 王宇炼 揪魔智掉入枯井之中 揪魔智走火入魔之下 视若风虎 他不慎触碰到了段宇的拇指 而前来帮忙的王宇炼 也一并被段宇吸走了内力 书中是这么写的 段宇的北明神功不分敌我 难做选择 连王宇炼 一些尖尖的内力也都吸了过去 过不多时 段宇 王宇炼 前面提到 孟姑的性格脾气 本就和虚珠大相径庭 随着虚珠将北明神功炼成 孟姑和孟郎的关系更是每况愈下 最后 孟姑一怒之下回了西夏国 虚珠则如愿以偿地做回和尚 将偌大的灵鹫宫抛到一边 这样一来 就能解释灵鹫宫 为何在射雕时代销声匿迹 只因虚珠出家后 灵鹫宫历时陷入了四分五列之中 不得不佩服金庸 他的武侠小说看似没有结局 实则留下了诸多线索 能让读者们发挥想象 继续遨有于武侠世界之中